再加淡忌廉 100ml 今天教大家做焦糖燉蛋 我加了淡奶和牛奶 牛奶用了500ml 淡奶忌廉的淡奶加了100ml 因為不太肥 時間關掉了 我已經加了 然後加了糖 糖是60g 然後加了雲奶奶的紙 之前我已經蓋好 剪開中間把紙都放出來 我現在加了條 再放進去煮 這個紙 等它煮一煮 我就會放進去 奶是不能煮太滾的 因為奶會變得熱 就會變鬆 我告訴大家 我現在加了糖 芫蘿拉條 還有芫蘿拉紙 軟軟的 這樣就可以了 這個時間 就讓它煮一段 太過 太過 輕輕的 就讓它煮一煮 讓它煮一煮 讓它煮一煮 應該就可以了 可以熄火 先熄火 然後其實還不能熄火 煮的時候 一起到泡沫 我們就要熄火 現在是煮的 味道很濃 味道很濃 煮奶 煮的味道很濃 再煮一煮 融一煮 芫蘿腩味 再煮出來 耐火 稍微煮 如果它煮沒太慢 因為奶太熱 要很酸 然後煮到三隻蛋黃 用一些蛋黃 用一些蛋黃 加一些蛋黃 變很美味 好 火已關閉 現在準備一些蛋 要3隻蛋黃 1隻雞蛋 不要蛋白 3隻雞蛋黃 1隻雞蛋黃 現在這隻雞蛋黃 加上這3隻雞蛋黃 再加上這3隻雞蛋黃 接著把奶煮好了 但其實是很熱的 我們要逐少加雞蛋黃 至少加雞蛋黃 先用水 拌勻 接著我現在 少許再放 下放 下放 仔細 我現在盡量打 煮中火 再煮一些奶 炒烤 等待涼 将火浪 将它的火腥 这样就焦 那个煮就没有太坏了 汆水都可以 可以不要买芫荽料 买芫荽油会较轻 这样就要隔渣了 因为隔泡 太多泡了 我先隔泡 其实我是隔到塞放了 一下倒了进去 然后工人都很厉害我进厨房 已经隔好奶了 现在就准备下盘 又多天 现在的步骤就完成了 现在的份量我还有剩 因为我做了6瓶 现在就放进去烤 看到吗 我们等25分钟左右 然后再测试一下 然后放入冰箱要冷冰 4个小时 之后才再做第二 最最终的步骤 那就可以吃了 希望完成了 现在加了些砂糖 现在就拿着枪 准备去弄它 好了 完成 完成 炸炸 炸炸